駕駛路口左轉 看到斑馬線上有名女子 趕緊停車離讓 沒想到 砰的醫生被後車追撞 駕駛拉手剎車下車查看 事發新北新莊中正路基明安路口 畫面中清楚看到這名行人 穿越馬路時是違規闖紅燈 駕駛事故當下立刻報警 但肇事行人早已快步走進捷運站離開 讓駕駛氣氛不已直言 就是因為離讓行人才害得自己被撞 將行車記錄器影像上傳 要大家幫忙評評理 覺得他是後車了 不管怎麼樣 他是後車了 後車沒保持距離 他也有問題啊 行人沒有車號死無對證啊 遭撞駕駛指控事後警方 竟然還回覆他 行人肇事較難追查身分 讓駕駛當時應該將人攔下來 讓他聽了好傻眼 自己又沒公權力 怎麼將人攔下 針對員警要求駕駛自己追人 分局表示將會加強遠景溝通能力 這次事件雖然後車未保持安全距離 才是肇事主因 但行人闖紅燈恐怕也難辞其咎 警方強調會議車禍鑑定結果 追究行人趙澤 但前提是要先找到肇事行人 駕駛就怕會求償無門 記者楊潔凡亞喬新北報道